小動物躺在路邊的草堆 看起來奄奄一襲 右耳還有傷口在流血 民眾發現之後 立刻把這個受傷的小動物蓋上毛巾 直覺是小貓 然後就是想說幫牠散透一下 對 然後沒想到就是食物 然後趕快POSA南投人的臉書 那求救這樣子 那你以前有親眼看過食物嗎 通常我都是在網路上看到比較多 網路上跟電視上 然後真實的食物還是第一次看到 12月7號晚間7點多 這名靈性男子下班 在騎車回家的途中 行進了南投市的華洋路 發現了這隻疑似貓被車給撞到 於是牠就下車幫忙協助處理 沒想到走近一看 意外發現是一隻食虎 而且還有呼吸心跳 趕緊把牠抱到路邊 避免被其他車輛撵過去 之後還拍照貼文 在臉書社團請求協助 熱心的網友紛紛提供了訊息 發現這是一隻食虎 並且這個靈性男子 趕緊通報了特生中心 將這個受傷的食虎送到動物的急救站來治療 而南投市其實是屬於人多的開發區 在郊區的外環道路 發現食虎可以說是相當的罕見 在這裡面 已經被報告了